欢迎来到我们的实验厨房 今天呢我们丹风哥要用一道菜 来证明自己对洪欣姐的爱 今天我要煮意大利面 我第一次约你出去 吃的是意大利面 对对对我差点忘了 在黄埔江边 是的 因为当时没钱只能点意大利面 而且就是意大利面是我太太怀孕的时候 我几乎每天晚上给她做的 每天晚上 所以欣姐喜欢吃意大利面 不是的 因为比较简单比较快 因为你知道孕妇是只要想吃东西 你要最快时间给她煮好 意大利面酱汁有营养 面还能填饱肚子 对 那咱边做边说 好 我教大家一个小贴士 这水开着你要放点盐 你放完盐之后再放面下去 就不会敢沾 对 不沾 老婆帮我玩玩瘦 你休息的吗 做个饭也要虐狗 我这有点天洞号的意思 一看在家里俩人应该经常一起下厨吧 错了 错了 真的她煮东西给我吃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看过 从来不进厨房 对 我就怕我在旁边 我一看到她的过程 我就不敢吃 她以前不会煮东西 她是认识我以后才会开始煮东西 因为你爱吃所以她就煮给你吃 如果我爱吃我又不会煮 她在这方面有天分 天哪 很多时候都是打电话问她妈妈 这个怎么煮啊 然后就能煮出一个很好吃的一道菜出来 不是天分 是因为爱你 是吗 有听到吗 就是 对 你也不敢说不是吧 绝对不敢 一句话都往那个心坎里头钻 依依你一个单身狗 被这么恩爱一对夫妻虐得你好像很开心嘛 你习惯了嘛 看到他们这样幸福 你会特别憧憬爱情 你不会感觉到一丝的绝望吗 不 看到他们的爱情故事 就觉得一定要等到像丹丰哥这样的 等到适合的人 对 一定要等到适合的人 可以吗 很酸 用在书的 很酸 OK啊 不酸啊 好 不酸吗 对啊 我有种感觉就是我们三个在这边就是情同虚设 他们就是一个完全夫妻之间的一个爱的对话 你们当初刚认识的那会儿 让你最心动的那个点是什么 我们是慢慢相处以后 发掘了对方的优点 才慢慢喜欢上对方 觉得这个人很适合自己 他其实不太爱讲话的 他就特别很安静的 然后很专心的聆听你讲话 不管你讲多久 他都是会眼睛看见你很专心的 因为没听懂 他这个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嗯 那丹风哥呢 首先他的样子绝对是我喜欢的 女神长头发打眼睛 那个时候我是新人嘛 跟女神一起拍戏肯定会紧张 可能会觉得 没拍之前知道他来会不会觉得会有那种隔阂感啊 或者什么的 没有 他是一个特别的亲切 爱情就像做菜一样 需要这个讲究火候 对 你看这个面就在细火慢炖中好了 上菜 上菜 来了 哇 首先呢 我想采访一下你们三位啊 你们被虐得怎么样啊 已经不想干了 人家一边坐着一边眼神各种秋波各种爱意 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爱的肉酱面吗 可以 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谢谢谢谢 你们都来尝一下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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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宝 嗯 好吃是好吃哈 但咱们这毕竟是个节目 吃下也是要注意的好吗 哎 你先别用我说话 现在呢 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丹风啊 喂这个黄欣吃一口来 哎哎 哎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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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反对啊 我反对 再虐下去 我们该阵亡了 阵亡了 好吧 那我们出一个搜主意 我们选择一位粉丝 好吗 我们让咱们喂给粉丝吃 然后让丹东哥喂他吃 然后让欣姐看着 行吗 我看谁这么勇敢 你不认为他 这已经内讧了 你看了 已经内讧了 这种是最大的一种危险 来吧 特别好吃 特别对不起欣姐 你有没有吃到这个丹风哥 给欣姐的爱在里面 满满的都是醋味 满满的都是醋味 那送他一个礼物吧 把我们的这个苏格拉宁送给他 收到之后你就会找到男朋友 好 折腾了半天 刚才初恋的这一趴算是过去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热恋的感觉 小宝你都安排好了没有 这回肯定安排好了 因为第一次我稍稍一点用心两口大劲了 这次稍稍我会收一点 一定会达到您预期的效果 好 希望能够符合我的期待 实在窘途窘备出发 好